大多数的女人都比较害羞 但也有一小部分的女人性情直爽 她们有时候会想让自己的男人去抚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 但由于害羞而不好意思去和她说 以下是女人最珍惜的几个地方 别说你没亲过 一起来看看吧 1.嘴唇 亲吻自己女人的嘴唇 现在很多情侣在交往的时候都会去接吻 但她们并不知道接吻的含义 嘴唇与嘴唇之间的接吻可以激起两个人心中的澎湃 冲发使两个人的感情进一步的发展 使他们婚后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嘴唇与嘴唇之间的接触可以让两个人擦出爱情的火花 如果对方是真心喜欢你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但会和你接吻 还会和你舍吻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有两个人真心心爱的人才会进行接吻 2.额头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亲吻额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一点含义都没有 那么你们真的大错特错 只有一个真正用心去体会你的男人 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 他们在亲吻女人的额头时 心里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像父母一样去疼爱她 宠着她 心里面始终只有她一个人 永远把她视为第一位 没有人能够走进她的心房 因为在离心脏最近的那个距离里面 藏着的全是她最深爱的女人 他们永远都会像父母一样去疼爱她 关心着她 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 他们宁愿自己受到伤害 也不愿意看到你受到伤害 他们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你 他总是会对你说的话很上心 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她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你要说的话 其实像这种男人我们都明白 他们是真的很爱自己的 三 头发 亲吻女人的头发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 自己的女人每天在自己身边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都可以闻到她的头发 但是如果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他会觉得你的头发味道让他难以接受 因为他会从内心里面嫌弃你 总是会觉得你和外面那些美丽的女人 根本无法相比 但如果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 他会每天都去用心地抚摸你的秀发 当他抚摸你头发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一刻你真的很幸福 因为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能够看出你的男人心很细 他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个人 因为你就是他的全部 他的唯一 以上就是这几点 在女人看来极为重要 不知道你和那个他中了几点呢